三种蔬菜多吃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这三种菜轮流着吃 血管干净不堵 预防脑血栓血管堵塞 其实不用长期大把大把的吃药 这几种蔬菜也是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的天然食物 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就是红薯 有研究发现红薯它含有胶原棉叶蛋白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效的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而且这种胶原粘液蛋白 是鱼肉鸭肉肌肉中获取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薯 第二是海带 海带属于是海产品 味咸 咸味有助于软肩散结 同时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你有血管壁的硬化血管的堵塞 能够帮助你卵化血管 清除血管垃圾 不仅如此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它还可以抑制动脉周样硬化 第三就是黑木耳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黑木耳可以活血化鱼 滋阴补血 通过活血化鱼 就有助于稀释血液 减少血小板的聚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当然了 食补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 还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积极的进行治疗 预防脑梗 多吃两物 多喝一茶 哪两个物呢 第一就是土豆 土豆富含钾 可以稳定情绪调节血压 保护我们的脑血管 免于破裂的危险 除此之外 像含有钾的香蕉 桃子 杏 这些水果 它的含钾量都是很高 很丰富的 第二呢 多吃含美的食物 比如像苹果 豆类 玉米 海带 以及绿色的蔬菜 都富含有美 通过影响 脂代谢和血管收缩功能 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三呢 茶 喝什么茶好呢 各种的茶在市面上 普洋 绿茶 红茶 茉莉花茶 茶的品种很多 其实进入到冬季天冷了以后呢 从中医上来讲 应多喝一些温暖味的 比如像红茶 更有助于脾胃的调节 以及散寒的作用 绿茶 这个词好像不是好词啊 但是在茶里边 它可是一个好东西 它富含有丰富的微生素液 导致脑梗的因素之一啊 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 它的克星就是抗氧化性的这些物质 比如像微生素液 所以多喝绿茶呢 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内的微生素液 大家都记住了吗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注心脑健康 守护生命核心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告诉我 预防脑梗 多吃两物 多喝一茶 哪两个物呢 第一就是土豆 土豆富含钾 可以稳定情绪调节血压 保护我们的脑血管 免于破裂的危险 除此之外啊 像含有钾的香蕉 桃子 杏 这些水果 它的含钾量都是很高 很丰富的 第二呢 多吃含美的食物 比如像苹果 豆类 玉米 海淡 以及绿色的蔬菜都富含有美 通过影响脂代谢和血管收缩功能 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三呢 茶 喝什么茶好呢 各种的茶在市面上 普洋啊 绿茶呀 红茶呀 茉莉花茶呀 茶的品种很多 其实进入到冬季天冷了以后呢 从中医上来讲 应多喝一些温暖味的 比如像红茶 更有助于脾胃的调节 以及散寒的作用 绿茶这个词好像不是好词啊 但是在茶里边 它可是一个好东西 它富含有丰富的微生素液 导致脑梗的因素之一啊 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 它的克星就是抗氧化性的这些物质 比如像微生素液 所以多喝绿茶呢 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内的微生素液 大家都记住了吗 我是赵一号教授 关注心脑健康 守护生命核心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告诉我 血管堵没堵 腿脚早就告诉你了 当身体出现某些情况的时候 去医院查血管 可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平时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 有没有堵塞 今天就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抬高腿 可以平躺着在床上 然后慢慢的抬腿 抬到极限的时候 双腿悬空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坚持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的放下来 观察这两条腿的状况 如果刚开始的说 这两条腿都已经苍白了 慢慢慢慢的皮肤才变得红过来 说明你部分的血管可能就有堵塞了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触摸一下你自己的脚背 脚背呢 是离我们心脏很远的地方 血管有没有堵会直接反馈在脚背上 特别是脚背正中间最高处凸起的这个动脉 中医又称为浮阳脉 正常情况下 我们能摸到这个脉搏的搏洞 这也是我们古人说 好脉要三步九后 其中一个部位 当血管堵的时候 这个动脉的搏洞就会变弱 甚至就消失了 而且呀这个部位甚至是整个脚底板都是冰凉的 走路自然就不灵活 而且呢有酸胀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的下肢血脉一定就没有畅通 这两个小妙招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赶紧自查一下 心肌缺血出现这些表现 要注意教你调理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心肌缺血的成因 带来的危害 以及治疗的方法 心肌缺血呢 是指心肌供血不足 一些轻症的心肌缺血啊 会出现心慌气短 稍微一活动啊 比如说赶个车 跑两步 或者在厨房多干一点活 就会出现比较轻的心慌气短 还有一种呢 是隐隐的疲劳感 再严重一些呢 就会出现胸闷胸痛 我们把这个就叫心脚痛 疼痛的部位呢 有以下这些 第一心前驱 心脏在人体的左前胸 拳头大小 这个部位出现闷痛 就是心脚痛 一般持续不到十分钟 经过休息 或者是含三身低丸 就可以缓解 有的呢 偏胃这个位置上 有一部分患者呢 还会觉得是以胃疼 表现出来的 这样就容易误诊 以为是胃疼呢 一看呢 是得了心脚痛和心梗 这种症状 特别容易被遗漏 还有的呢 是后背的疼 还有的呢 会引起下颌的疼痛 咽喉的疼痛 出现咽喉部的紧缩感 严重的时候 这种疼痛呢 会让人有 冰死的感觉 以上呢 就是心脚痛 发病的部位 和发病的特点 通常寒冷 生气 劳累 就会导致症状的加重 我们用活血化瘀 理气止痛的方法来治疗 缓解血型瘀制的这种情况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脑梗这样锻炼 好的快 脑梗之后呢 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可能带来肢体上的行动不变 语言上面的困难这些 除了用一些活血化瘀 通经活乐的中药 来调理身体以外 康复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呢 就教大家几个 针对脑梗后遗症的锻炼方法 首先呢 是言语的锻炼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正能量 励志的诗句去朗读 让患者呢 每天读十分钟 既锻炼了语言能力的同时 也增强了战胜疾病的细心 比如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 这是语言上面的一个锻炼的方法啊 还可以呢 坚持做口腔操 比如我们传统练习口腔的方法 赤龙脚海啊 扣齿 搅动舌 直接训练我们的大脑 让它变得通畅 在我的另外一个视频里边 有详细的练法 再者呢 就是我们肢体的锻炼了 每天饭后 可以慢走半小时 胳膊呢 尽量的做上举的动作 这样呢 对脑梗后遗症的康复 是很有好处的 这里呢 也建议这样的患者啊 可以用传统的练法 比如说走步的时候 要行与神合 精神集中 做到一脉脚 你的意识得跟着过去 这样才能达到 中医里边所说的 精气神合一 天人合一的中医理念 修复身心 才能恢复的更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关于脑梗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来告诉我 手指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小心脑梗出现 大家好 我是赵宇浩教授 脑梗是因为脑缺血缺氧导致的 容易发生的年龄呢 一般说在50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身上 早期的症状呢 并不是很明显 只有一部分患者呢 会出现肢体麻木 头晕和全身乏力的症状 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往往容易被忽略了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其实呢脑梗来临之前 手指上会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手指上有以下的三个表现 要及时的去医院 做CT检查 避免危险的发生 第一呢 就是手指的颜色发黑了 如果发现你的手指颜色 青黑色 说明这血管受到了损伤 血管会堵塞 而影响了血液的循环 就会使得指尖这个地方呢 有缺血缺氧的状态 就导致了手指青黑色 第二呢 就是手指的肿胀 突然出现手指肿胀 大部分情况呢 是因为你的血管堵塞了 因为血液循环不通胀 引起来的 这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第三呢 手指会麻木 平时呢 手指活动挺灵活的 又挺敏感的 突然出现难以解释的手指就发麻 而且不灵活 当然了 这种麻的状况呢 也要排除有颈椎病的可能 因为手指呢 是我们人体肢体的末端 最晚才能受到血液的滋养 如果血液供应不过去 说明中间道路堵了 才造成你的手指供血不足 就会导致手指肌肉 无力呀 发麻呀 症软这些现象 如果你的手指有这么三个异常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 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心脏喜欢这三个动作 每天坚持做 心脏健康 人轻松 所说的养生呢 要先养心 心脏健康 身体才能健康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心脏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 有简单的 有复杂的 循序渐进 希望你全会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使血液循环容易回到心脏 促进心脏的健康 这第一个呢 就是手指操 经常的把两个手的食指啊 尖对尖这么反复的去触碰 数着数六十次 然后呢 为了加强手指的运动 我们可以在这个桌面上啊 把手撑住了 把手臂呢 站了一起来撑直啊 然后对着这个手呢 去把它一个一个的搬动 触动 手指呢 让它畅通 因为手指呢 它连接着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把它都搬动了以后 血液循环就会好了 这第二个呢 就是散步 每天基础的散步呢 能够帮助我们加快新陈代谢 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 回流到心脏 加速了身体血液循环 改善心脏的供血 走的时候呢 量力而行 第三呢 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动作就比前面的两个复杂一些了 特别推荐给大家 像我们传统的运动健身方法 比如说太极拳八段级 这些运动呢 动静结合 刚柔病剂 能够让我们不仅练了身体的同时 还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如果长期坚持 还可以预防多种的慢性疾病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可以去试一试 每天坚持做 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但如果你的心脏啊 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就别光是说痒 带着病痒 那就负重了 要及时的就医 辩证开放 搭配上药以后 恢复的会更快 起效才能更好